第三章 震荡电路的临床治疗实例 A 摘自罗马萨西亚医院斯皮里托放射科主任索尔德洛·阿蒂利教授 向佛罗伦萨放射学大会1928年5月提交的报告中的观察结果 Citrease 25岁 拉奇奥中校弗西诺 诊断 左手肉瘤复发 两年前 该患者因手部肉瘤在罗马接受了手术 大约6个月后 他的病情复发 并在阿拉特里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之后几个月 他的情况一直很好 目前 在掌测 V 掌骨水平处出现一个大理子大小的硬种块 年复在扁平骨上 疼痛 具有纤维硬度 1927年11月 他接受了拉霍维斯基震荡电路戴手镯治疗 但患者从未将其医除 15天后 患者再次检查 声称疼痛几乎消失 大约一个月后 肿胀变得不那么坚硬 给人一种有弹性的印象 两个月了 肿胀几乎完全消失 可以直接感知到涨骨了 M.Asanthe 28岁 特拉萨科·阿奎拉 诊断 右乳房复发性肉瘤 一年半前 患者因右乳房肿胀而接受手术 组织学检查 诊断为肉瘤 并接受了轮前射线预防性照射 根据德国方法 一年后 它恢复良好 但肿胀又出现了 1927年12月 我们尝试了一种新的干预措施 可以进行部分切除 在疤痕正下方 我们感觉到了一个大硬核桃大小的肿胀 无法医除 自发地施加了拉霍夫斯基腰部震荡电路 1927年12月 病人每隔15到30天检查 我注意到肿胀不断消退 直到我们无法再处诊为止 与此同时 疼痛停止了 ES 40年 罗马 诊断 乳腺癌切除术后 疼痛型和运动型疾病 疤痕上的小转移 病人在罗马接受了手术 一次是1925年3月 第二次是1926年9月 在两次手术之前 他的手都有刺痛感 大约在早上6点开始 在病人起床后停止 手术后消失 一段时间以来 手上的刺痛感又出现了 1927年11月9日 在他的腰上安装了拉霍夫斯基震荡电路 刺痛停止了 之后没有再出现 在左臂上戴上手镯后 疼痛也停止了 可能是由于神经炎引起的 一天晚上 病人因外出而摘下手环 回到家后却没有戴上 第二天晚上 胸痛再次出现 非常严重 使用抗神经痛药没有效果 大约两点钟的时候 他想起自己没有戴手镯 他立刻把它放在他的胳膊上 半个小时后 所有的疼痛都停止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因为他继续戴着手镯 大约两到三个星期 他注意到 因为腰部电向胶带加长 金属导体两端相距很远 电路被另一个取代 这一次包含一个铜编织的横截面 比第一个电路的导体大八到十倍 病人的手和脚从童年起就一直很冷 几乎是冰冷的 现在能加热到正常温度 该温度与电路一起始终保持 病人的女儿13岁 腰部的周围也带了几个月的电路震荡 和他母亲一样 以前总是有非常冷的四肢 他的母亲曾询问过他的情况 如果他想要一个洁面墙的电 他回答说需要 因为这个冬天 因此自从他佩戴了拉霍夫斯基震荡电以来 他一直手脚温暖 原北一尺 61岁 罗马 诊断 多发性脊柱炎 患者为尿酸血症家族 体重120千克 他的腰部有刺痛感 没什么胃口 动作有困难 当他坐着的时候 他需要三四分钟才能站起来 由于他的职业迫使他一天四次离开家 他不得不使用一种交通工具 因为他不可能不行完成这一小段旅程 1927年12月12日 拉霍夫斯基震荡电被应用在腰部 三 或四天后 腰部疼痛消失了 他恢复了食欲 三个月后 再需要交通工具往返于电车站和家之间 现在他每天不四次 即使他坐在很低的椅子上 他也可以轻松地站起来 所列的病例很少 尽管他们不允许我们对癌症治疗的新方法 得出明确的结论 但他们确实促使我们开始研究 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受到可怕瘟疫威胁的新患者 最后一个例子 以及部分地前一个例子 同时表明 拉霍夫斯基可以找到广泛的应用 不仅在癌症的治疗 而且在其他疾病 拉霍夫斯基先生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 他以亲切的姿态和伟大的科学慷慨的感觉 向圣斯皮托医院捐赠了其无线电细胞震荡气床 该床已连续使用几天 除了癌症之外 还正在尝试营养和血液领域的治疗方法疾病 第一个核心正在罗马诞生 但随后必须有尽可能多的医院 以传播拉霍夫斯基方法 减轻痛苦 同时做好事 引用的几个例子只是我们希望发展的工作的开始 他们表明 使用拉霍夫斯基震荡电路是非常有效的 当一个人想到癌症患者的悲惨命运时 他在痛苦中走向死亡 有时不可能用任何手段来平息 所有器官都受到干扰 可以说 每一个得到缓解的症状都代表着对可怜的病人的慈善 索尔德洛阿地利教授 罗马萨西亚的斯皮里托医院放射科主任 B 1931年5月1日 蒙德维德亚卢拉规预防研究所 阿劳霍医生的笔记 1929年7月 我因患有相当严重的喉部感染 和全身淋巴结炎数年 来到巴黎咨询著名的医生 并了解了乔治 拉霍夫斯基目前 在萨尔佩特里埃所做的研究 一天早上 抵达萨尔佩特里埃后 拉霍夫斯基先生在与他共识的部门 主管在场的情况下 很有善地对我进行了检查 他给了我一条他的项链 建议我不要把它摘下来 我确实这么做了 并向我保证我的状况会有所改善 这时我有些怀疑 因为我的杰出同事进行的治疗 几乎没有效果 与此同时 我离开了巴黎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 在祖国蒙德维迪亚不间断地 佩戴的项链上 然而 几个月后 我的病情不仅如拉霍夫斯基先生的 预测有所改善 而且完全恢复了完美的健康状态 到现在为止 我再也没有生过病 哪怕只是单纯的鼻炎 我对所获得的结果充满热情 开始按照乔治·拉霍夫斯基的指示 自己制作震荡电路 并开始向所有我治疗的患者 分发项链 这些应用 覆盖了近300名患者 治愈或改善风湿病 哮喘 贫血 顽固性神经痛 静振性便秘 心脚痛 胃溃疡 肠十二指肠疾病 血有病 术后粘连 内分泌疾病 不孕症 阳尾 崩漏 更年期现象 泌尿生殖 一统疾病道 全身力量丧失 甚至癌症 鉴于我通过拉霍夫斯基先生的方法 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我感到自己对这位人类 恩人富有一份感激之情 我必须在此长途跋涉 亲自来到巴黎 向他致谢 以我个人和所有 通过他的方法 恢复健康 工作的可能性 和家庭幸福的患者的名义 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展示 我能够做出的观察 无法提及对我的三百名患者 所做的所有观察 我从我的咨询书中 随机抽取了十几个 并将其一发布在下面 而 JA 38岁 阿格拉卡德杰 蒙德维迪亚 该患者从20岁起 几乎一直患有口腔感染 扁桃体炎 红斑等 足底湿疹 四肢多汗难受 神经痛 风湿性颅痛 习惯性便秘 持续疲劳 失眠 厌食 性格容易烦躁 结膜成色半 面部颜色略黄 1929年 由于需要长途旅行 伊威尔鼻后科教授建议 进行鼻腔手术 切除鼻甲 烧住另一个鼻甲 以避免喉咙痛 1929年3月 动手术 三个月后 他出现严重的红斑性 心脚痛 两周了 体温40度左右 颈部双侧 淋巴结肿大 冰情呈全身淋巴结 肿大的样子 病人体重减轻很多 而且非常虚弱 三位咽后专家教授 和一位医生看过后 建议患者在体温稍稍下降后 立即去乡下 他照做了 体温仍然在38度 15天后 体温已经下降 一点点 但淋巴结仍然坚硬 并且没有减少 因为他听说了拉霍夫斯基项圈 所以他向我要一条项链 20天后 他不再发烧 食欲大增 面色好转 湿疹少了 淋巴结也少了 两个月后 他体重增加了4公斤 不再失眠 乏力 湿疹 两个月后 他的健康状况比以前好多了 但他又开始喉咙痛 他惊讶地检查了项链 打开它 发现金属已完全氧化 他清洁它 用新橡胶将其绝缘 然后再次将其戴在脖子上 24小时后 喉咙痛的最初迹象消失了 从那时起 他就抑制健康状况良好 但他小心翼翼地保持项链状况良好 Toriza F 48岁 已婚 蒙德维的亚里奥格兰德街 尺寸 1.55米 体重 88公斤 排尿 450cc 诊断 关节炎和更年期 长期全身震疼 腹泻 湿疹 牙槽间浓漏 少量白蛋白 0.15克 剧烈胃痛 眼食 近一年半以来 他开始出现头晕 耳鸣 窒息 全身臊痒 失眠等症状 对于他的体型来说 他太胖了 走路时很累 而且走路也很困难 卫生和营养治疗也很困难 1930年5月1日 佩戴项圈 两个月后 即1930年7月5日 他减重了18公斤 感觉非常好 没有疼痛 大便正常 没有臊痒或白蛋白 胃痛不那么严重 但仍有一些浓漏 绝经现象已消失 1930年12月排尿900cc 五胃痛 他吃面食和简单的东西 但数量很多 无湿疹 仍有浓漏 体重73公斤 他很高兴 和他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来看我 我也用拉霍夫斯基震荡电路 成功治疗了糖尿病 Huadel 33街 蒙德维迪亚 几位同事和放射科医生都看过 诊断 胃小弯小溃疡 52岁 已婚 尺码 1.81米 体重 69公斤 排尿800毫升 尿液浑浊 轻微膀胱炎 夜时 脾气很不好 全身乏力 脸色又皱又黄 结膜发黄 检查发现 他的胃 肝脏和颈部 触疹疼痛 饮食 与其他医生建议的相同 于1930年 11月10日 使用震荡相圈 11月30日 他回来见我 告诉我 他晚上休息得很好 小便很充足 一生半 没有疲劳 胃口很大 他体重增加了2 5公斤 他随意工作 1931年2月 我被叫到他家 他有严重的消化不良 冷肉 煎蛋 酒 很久没吃的东西 他的妻子说 他的性格完全改变了 他的体重又增加了8公斤 建议他不要鲁莽 适当的饮食 1931年4月 见到了他的一个儿子 他告诉我 他的父亲完全康复了 而且他又增加了4公斤 斯芝菲德·F 托莱多 蒙德维迪亚附近 诊断 忽视的膳起 已婚 56岁 尺寸 1.78米 体重70公斤 1927年 他开始出现间歇性胃痛 但没有具体说明具体时间 这些疼痛 每次都变得更加剧烈 现在他没有胃口 双腿持续疲劳 几位同事 看到他正在接受 可能的胃溃疡治疗 1930年6月23日 他来看我 我给他做了检查 胃痛 全身乏力 面部和结膜发黄 肝侧无任何异常 胃部下垂 等等 我建议他按照建议去做 结实 给了他一点 Candarine Go和项圈 7月23日 疼痛好转 灭色成粉红色 食欲好 无疲倦或失眠 8月4日 疼痛更严重 食欲不振 失眠 他减重了近2公斤 9月1日 他因为无法工作来找我 我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 发现有腹骨勾扇气 粘连且疼痛 我正在请一位 外科医生教授 为他进行手术 9月10日 手术后 他感觉非常好 他胃痛很少 开始吃得很好 2月25日 他回来告诉我 他没有来看 我是因为他身体很好 他又开始工作了 手术后 体重增加了6公斤 非常高兴 Pedro B 蒙德韦的亚圣马丁大道 诊断 出血性12指肠溃疡 34岁 单身 1930年3月20日 因严重出血 吐血和黑便 我被叫到他家 患者完全贫血 并具有消化性溃疡的 所有临床症状 脉搏 疼痛等 在与一位外科医生教授 维加医生会诊时 他告诉我 他五年前曾做过溃疡手术 目前 无法进行操作 经我同事同意 我们将在3月22日 对他进行适当的治疗 并给他带上香圈 两个月后 他完全康复 回到了铁路局的工作岗位 他的性格变了 以前忧郁 现在很快乐 焚嫩的脸庞 活泼的眼睛 军人的外表 他的家人都觉得他变化很大 1930年5月20日 他和生病的妹夫 何塞路易斯M 先生来看我 他自己已经彻底痊愈了 Jose Louis M 马赛利诺索萨杰 蒙德维迪亚 已婚 有几个孩子 36岁 尺寸 1.65米 重量 55公斤 诊断 神经衰弱 长期以来 他思想阴暗 非常烦躁 悖观 无法养家糊口 他总是感觉很累 心情不好 睡不着 脸部皱纹消瘦 眼周黑眼圈 拱形手掌 血液循环不良 体质很低 脸颊下垂 小腹平坦 淋巴带遍布等等 彻底检查后 我发现肝脏有轻微的脆弱性 但仅此而已 6月21日 开始佩戴拉霍夫斯基项链 节时 7月23日 非常高兴 他和他的妻子 一起来告诉我 他有多高兴 工作条件也很好 他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感觉自己正在过着新的生活 他体重增加了3公斤 晚上休息得很好 然而 他担心这种情况 不会持续太久 9月5日 他的姐夫佩洛毕 来向我要另一条项链 给他自己 也给他的姐夫买一条项链 他告诉我 他的姐夫在医院 身体健康 体重又增加了2000克 阿菲豆西 56岁 蒙德维迪亚 科摩斯尤基 已婚 身高 1.58米 体重 56公斤 作为一家大工厂的经理 他发现自己精神上 非常疲惫 晚上 总是看到数字和计算 睡觉时 会做噩梦 治疗胃酸过多 和胃痛 已有16年 他告诉我 员工们再也无法忍受检查 胃扩张 下垂 疼痛放射到左肩甲骨 总体状况不佳 脸上又皱又瘦 夏天 他每天服用着 义和氧化美 来缓解疼痛 吃得很少 没有胃口 1930年11月5日 我建议他继续节食 并带上香圈 15天后 在他的邀请下 我去工厂 参观了几位员工 在我的询问下 他们告诉我 他的性格已经改变了 我发现我的病人 看起来很好 但还是有些胃痛 没有失眠 也没有做噩梦 没有 疲劳 手部血液循环充分 肤色呈粉红色 脸上皱纹较少 看起来活泼而快乐 1931年2月 他来我家看望我 让我为他的妻子治疗 他完全健康 但他告诉我 有时他仍然感到疼痛 他指定了日期 我发现他正是在满月期间 感受到了这些疼痛 这再次证实了 拉霍夫斯基关于月球 对人类生理影响的理论 1931年4月 他给我派了一名 患有湿疹和持续头痛的员工 经过检查 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我还建议他带相圈 5月2日 他来看我 告诉我 他感觉很好 他的老板已经完全康复了 Jose S 马丁加西亚街 蒙德维迪亚 结婚6年 没有孩子 今年31岁 司机 他因前列腺炎 阳尾持续性膀胱疼痛 头痛 失眠 频繁的夜间排尿 淋巴结炎 看过几位医生 当他开车时 他感到头晕 并且非常害怕 检查发现前列腺肥大 有轻微膀胱炎 血液中出现阴性瓦斯曼反应 1929年12月5日 接受了适当的治疗 和拉霍夫斯基项链 20天后 夜间排尿减少 全身状况好转 仍然头痛和阳尾 1月24日 再次见面 他发现自己的头痛减轻了 阳尾减轻了 排尿也少了 2月15日 他再次出现了 治疗前的所有症状 尽管有所减轻 重新做了非常精确的检查 我认为 我面临着一个 被忽视的梅毒病例 我建议进行适当的治疗 三个月后 他和他的妻子回来看我 他的妻子非常虚弱 消瘦 有充血痛经的症状 全身出现尾黄的症状 经过适当的治疗 20天后 我再次见到了他们俩 他们做得很好 1931年3月8日 我非常惊讶地 被叫到他们家 看到一个八天大的小男孩 一家人都非常惊讶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永远不会有孩子 再一次 就丈夫的情况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 当项链本身 无法治愈病人时 那是因为存在 必须寻找和对抗的 气质性原因 Evado F 蒙德维的 亚阿格拉西亚达街 48岁 1929年11月22日 我在蒙德维迪亚 预防研究所的科室 看到一位病人 有他的妻子 和一位朋友抱着抵达 他们把他送到我这里 来看看他是否患有眉毒 他艰难地走着 倒在椅子上 双手捂着自己的左侧腹部 检查时发现胃胀 很痛 全身无力 脸色憔悴 肤色灰白 眼睛浑浊等 从眉毒的角度看 没有什么 他接受了14位医生的检查 1924年 他因双膳和经锁静脉曲张 接受了手术 尽管接受了适当的治疗 但旗下仍出现大面积站联 1926年 外科医生兼外科医生 安蒂内斯·萨拉维亚 Antonis-Zeravion 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了手术 手术后 齐上疼痛 粘连 失眠 疼痛 流泪不断 改编了治疗方法 我们做透热疗法 紫歪线疗法 这些都会导致肠道出血 非常贫血 必须暂停治疗 建议他将胃反复暴露在阳光下 1928年 他再次住进Messler医院 并在他的敦促下 接受了新的手术 然后疼痛和粘连 蔓延到左侧隔肌 他开始出现心律失常 呼吸疲劳 呼吸困难 无法入睡 因为每两个小时 他就必须对他的左侧胸部 外部进行按摩和恶心 他非常瘦弱 有顽固的便秘 就在这个时候 他被送到我这里检查 是否可能患有霉毒 我建议他进行卫生治疗 并给他静脉注射生理血清 25% 这是萨尔佩特里埃 伟大的外科医生 戈塞特先生的系统 他在某些长梗组病例中使用它 我还送给他 一条2.5毫米的 拉霍夫斯基大项链 直径30厘米 五天后 他来看我 他告诉我 他的肠道确实出现了问题 他睡得很好 疼痛减轻了一些 疲劳也减轻了一些 他的脉搏几乎正常 我又给他注射了同样的药 并于12月5日再次见到他 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每次睡的时间长达4个小时 他的胃完全泄气了 他开始认为自己能够康复了 排尿非常充足 几乎有二又四分之一声 他的脸色开始红润 眼睛也变得清澈 他的双手已经拥有完美的血液循环 我们不再给他注射 12月20日 改善仍在继续 他却看了一位以前治疗过他的医生 医生对他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惊讶 并鼓励他继续接受我的治疗 直到1930年1月 我才再次见到他 他来告诉我 他可以再次工作 他家陷入的贫困即将结束 我发现他状态很好 体重增加了7公斤 但有时会感到剧烈疼痛 他给我的日期大致与满月一致 我告诉他 这在治疗的头几个月是正常的 以此让他放心 并告诉他一两个月后来见我 3月15日 他回来找我治疗 还有一位每天变血16次的患者 他不仅回到了白天的工作 晚上还在电车上担任搬到工几个小时 他异常高兴 他又增加了3公斤 1931年3月 在来法国之前 我再次见到了他 他的健康状况依然良好 唯一留下的旧病痕迹 就是有时有些难以忍受的疼痛 他告诉我 他见过几位以前的医生 他们很惊讶地看到他还活着 并且状况如此良好 纳西索K 蒙德维迪亚附近 维多利亚州 埃雷拉和奥北四界 这是上面病人的朋友 28岁 单身 诊断 粘膜性腹泻 4年前 腹部剧烈疼痛 他接受了多次治疗 但病情没有任何改善 因为我有其他类似病例的经验 我建议采用非常简单的治疗方法 和适当的饮食 并给他进行拉霍夫斯基震荡电路 5天后 排便次数不再是16次 而是只有4次 10天后 大便正常 全身状况完全改变 体重开始增加 6个月后 他感觉非常好 但他开始吃太多的肉和香料 不幸的是 他养成了酗酒的习惯 我第一次见到他 是在1930年3月15日 现在 差不多7个月后 即1930年10月末 他的情况很好 但胃部开始剧烈疼痛 我们给他做的微薄反应 是积极 强烈的 病人非常贫血 我让他去医院看看是否需要干预 因为他已经完全酗酒了 不幸的是 他因肠出血 而不得不进行紧急干预 并因手术而死亡 Pedro R 马丁加西亚街 蒙德维迪亚 5月6日 他因食道肿瘤 在蒙德维迪亚的英国医院 接受了手术 剖腹后 安装了人工嘴 我4月1日见到他 他每天早上都会呕吐 呕吐非常恶臭 而且量很大 是一种带有少量血的灰色液体 我发现他很瘦弱 没有力气 躺着 抱怨手臂疼痛 没有胃口 他不睡觉 稻草色的脸 狂野的眼睛 嘎儿脏的舌头 排尿150cc 我建议他饮食清淡 并服用氧化美颜 同时 我给他做了一个腰带震荡电路 三天后我回来看他 刚开始时 还散发着恶臭的房子 现在已经没有了 病人坐在床上 告诉我他感觉好多了 八天后 我回来看他 呕吐为白色液体 但无恶臭 他对通过管子 喂给他的食物的耐受性更好 他的家人相信 他现在可以治愈自己 每两周 我都会见到他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会来给我带来病人的消息 现在他可以站起来 并开始离开他的家 X光检查显示 食道就流形成的阴影 非常小 7月3日 无痛 无失眠 无呕吐 他体重增加了4公斤 当我们看不到他时 他会用嘴吃一些食物 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病 他相信自己做得很好 可以治愈 1931年2月 他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 我们通过嘴给他食物 他的整体状态很好 虽然很瘦 1931年4月 其改进仍在继续 Astella G 多罗里斯别墅街 蒙德维迪亚附近 54岁 已婚 诊断 右侧扭转肿瘤 1929年11月 我去一位妇女家里看望他 他已经病了4年 右臂长了一个大肿瘤 我注意到肿瘤 从公骨插入到肩胛骨 占据了右三角肌 这是一个包膜肿瘤 不太硬 夜卧有胃性淋巴结 它无法移动手臂 也无法通过工作谋生 我给了他一条拉霍夫斯基项链 20天后 我再次见到他 他向我伸出了手 来欢迎我 他现在可以移动他的手臂了 他几乎不再感到疼痛 淋巴结也变小了 一个月后 即12月23日 我去看望他 发现他生病的手臂上 挽着他的一个小侄女 他用各种各样的动作 来迎接我 因为他没有痛苦 他的脸色红润 他开始重返刺绣师的工作 我把他送到蒙德维迪亚的一家医院 接受X光检查 看到他和我在一起的老师们 都不敢相信他的进步 幸运的是 我们找到了旧的X光片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今天的肿瘤比四年前小了 现在 他只占三角肌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位于肩胛骨的一侧 没有淋巴结 没有疼痛 他休息得很好 1931年2月 我再次见到他 他很高兴 一切都没变 Method L 乌拉圭亚纳杰 蒙德维迪亚 47岁 诊断 左臂 左侧 及颈部巨大肿瘤 这位患者在接受了X光和无线电的强力治疗后 被一位同事送到我这里 我看到他在家 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持续不断的剧烈疼痛 迫使他每两小时 注射一次马飞和盐酸阿托品 每次注射之间 都会给他滴一滴海洛因 尽管如此 他却得不到休息 难以入睡 他总是打瞌睡 尿液 250克 每天 非常沉重 有恶臭 极度口渴 舌头健立 无法保留食物 心脏非常虚弱 他只想尽快死去 我给他开了适当的饮食 胃镇定剂 强心剂等 我给了他 第一个2.5毫米的 拉霍夫斯基项圈 直径40厘米 我每天都见到他 第五天 他的疼痛开始减轻 排尿次数增多 恶臭减少 尿量增加到600cc 我们现在 可以触摸他的手臂 而不会让他尖叫 接下来的几天 疼痛的次数 减少到每天四次 就诊十天后 他的病情持续好转 我们每天只需要 给他注射三针马肺 不用海洛因 脉搏有力 小便将近一生 我们移动他的手臂 就可以治疗他手臂 和胸部之间的大伤口 停止佩戴项圈十天后 疼痛再次开始 排尿量降至 每天400克 我在上面放了一个 新的拉霍夫斯基 震荡电路 我们可以看到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改进仍在继续 直到现在 在开始治疗病人 一个半月后 他的情况还不错 能吃东西 晚上也能打一针 他很高兴 手臂和胸口的伤口 都痊愈了 我们相信 治愈的可能性 但这种状态 只持续两个月 然后恶病值 占据上风 患者很快 在24小时内 进入昏迷状态 需要一卷书 才能列出 我的咨询书中记录的 所有通过使用 拉霍夫斯基 震荡电路 获得的治愈 或改善的案例 但是 总的来说 我注意到以下改进 患者首先拥有更完整的 血液循环 面部肤色红润 手掌和足底区域 得到全面冲洗 而不是局限几个区域循环 血液技术 在很短的时间内 变得正常 我们注意到 排尿能力提高了 两到四倍 这会导致排尿更频繁 排尿量的增加 主要发生在 使用项圈的前两周 然后在500到1500cc之间 稳定到正常水平 夜晚更加宁静和恢复活力 早上不疲劳 白天工作能力更大 容易疼痛 风湿 神经痛的患者 经过几天的轻微加重后 看到他们很快就会恢复 结膜成死白色 皱纹消失 脸 耳朵和嘴唇的黏膜 成粉红色或红色 凸发停止 白发也停止 我注意到 拉霍夫斯基项圈 似乎无效的病例的特点 只需要适当治疗的 潜伏感染 如眉毒 胆囊炎 牙周炎 肝硬化 鼻痘炎 牙囊肿 以及需要手术干预的病例 肿瘤 我们通过拉霍夫斯基 震荡电路 获得了患者总体状况的 显着改善 体状 食欲 利尿 恢复体力 并延长注定要失败的 患者的生命 我也见过一些病人 由于病理状态的改善 神经兴奋 神经率弱 思路不连贯 事免消失 恢复了正常的心理平衡 我更高兴的是 我的观察完全一致 事实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意大利和乌拉圭等 阳光明媚的国家 这些火山喷发的地形 非常导电 震荡电路 尤其活跃 从我的所有观察 和在其他国家 所做的观察来看 乔治 拉科夫斯基的理论和方法 是一项伟大发现的起点 数以万机的不幸的人 已经能够从中受益 其范围相当大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视角来理解 但目前正在所有国家 兴起的热情运动 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由于这些方法 成千上万的家庭 已经找到了和平与安宁 幸福 我们热切地希望 乔治拉科夫斯基 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继续他有益的工作 并且希望他已经多次 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大胆实验 不会再次陷入危险 1931年5月1日 阿劳霍博士 乌拉圭预防研究所 欧霍卫士 患蜡